如意门 洞府中 方熙盘膝静坐 忽然睁开双眸 伸手一扶 三只金铲子一退便浮现而出 排成一排 散发出的腐朽气息 却令她眉头一皱 好像有些不对 通过仔细检查一番之后 方熙脸上就只剩下苦笑了 潜力催乏太过 这根本不是三头四阶上品妖兽 而是催生出来的甜鸭肉鸡 一旦死亡 体内精华再飞快流逝 能制作出四阶下品的木傀儡 都要偷笑了 她咬了咬牙 双手一掐绝 一道青色符纹闪烁 飞入一头金铲子一退之中 下一瞬 令她诧异的事情发生了 金铲子体内 一道道血肉与筋骨飞快溶解 等到方熙反应过来之际 已经化为一滩腥臭的液体 该死 她喃喃一声 一道法诀打出 将大青放了出来 去 给我清理干净 大青嚎叫一声 显得有些委屈 但还是操纵云雾 当起了垃圾清运功 切 我传授给你的秘书 可是天妖路先策之上的绝顶秘法 当个垃圾弓怎么了 方熙不以为意 等到大青清理干净之后 重新打量那三张蝉退 是的 金铲子死后 血肉方才也不知为何消融 如今只剩下三张蝉退 虽然外界看上去栩栩如生 其实内部已经中空 就是三张金皮 这下亏大发了 方熙见到三头金铲化为蝉退 不由满脸心疼惋惜之色 若是能将这三头金铲 炼制为四阶上品的木傀儡 那南荒修仙界 岂不是任凭横行 不过 纵然他没有三头 可敌原英后期的木傀儡 在如今的人族疆域之中 依旧可以横行 似乎也没多大区别 他神识一寸寸扫过蝉退 忽然又惊疑一生 只见在蝉退那里 靠近腹部的位置 似乎有一些模模糊糊的花纹 方熙抓起一张蝉退 仔细检查一番 又看向另外一张蝉退 似乎不是花纹 而是福禄 类似凤传文一般的福禄 他拿起一枚玉剪 想要将这些花纹临摹 修补完整 咔嚓 忽然 玉剪之上 不知何时 竟然浮现出一道裂痕 普通玉剪无法承载 哪怕是残缺的 方熙望着三张蝉退内部 那一枚枚似乎有些残缺的紫色撰文 忽然若有所思 凤撰文也有同样的特性 显然这些符文等皆颇高 甚至代表某种天地规则的外显 因此繁物难以承载 莫非 这竟是龙张文不成 自从知晓凤传文的来历之后 方熙就一直有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情报 直到最近从离商魔宫狠狠薅了一把羊毛 才总算得知这龙张凤传的详细情报 龙张文 乃是真龙仓 方熙望着那一道道紫色的纹路 的确有些像蚯蚓 又好似蛇形一般 带着扭曲的痕迹 稍微不注意便容易令人眼花缭乱 光阴 虚空 此二者都是最顶级的大道 除了真灵之外 魔族 人族 都有大能仓物 各自传下不同的典籍符文 只是造型都大同小异 毕竟大道就在那里 越是靠近大道 越是皈依 甚至还是真龙与凤凰参悟 这两条大道最为深刻 因此纵然人族之中参悟出的道 也以龙张凤传为名吗 只可惜 如今南荒宗门之中 并无龙张凤传的传承 好在我手上还有原始魔门原英修士的残魂 参悟凤传门入门不成问题 至于这龙张门 就得看日后的运气与机缘了 方熙将三张金铲子的铲退收好 能天生显化龙张闻 并且承载著 这三张皮囊显然不是凡物 似乎也不亏呀 处理好各种妖族傀儡 又将收获分门别类的处理之后 方熙便陷入了闭关苦修的状态当中 他自从灵根晋升之后 修炼速度飞快 又有离合丹相助 感觉如今距离枯荣诀第十七层功法圆满 也就差一丝的样子 因此 必须日常苦修不错 争取尽快功法圆满 如此便可冲击中期瓶颈了 通过这连番大战 方熙也是深刻意识到了 自身修为的不足 境界不够 连灵宝威能都不能彻底发挥 他缓缓闭幕 宫行周天 伴随着运功 青黄二色光辉在他身上纠缠 四街灵脉之中的浓郁木灵气 被飞速吸引而来 围绕着他形成一圈 甚至隐隐显化出 各色灵直虚影 丹田弃海之中 主元英睁开双眸 吐纳着丝丝缕的法力 似乎在不断成长 修炼无岁月 方熙勤于修炼 偶尔出关寻南宫里与十八天飞 官魔指点一番天魔舞之类的技艺 顺带还可以就近打听江国局势 根据南宫里所说 江国魔道大胜之后 清长老率领的那一只妖族 似乎也放弃了这边的虚空通道 转而与封国合流 如今正魔双方联手 在江国与封国的边界 某处天险设立两仪七绝大阵 与重新整合的妖族对峙 打的就是一个拖的主意 毕竟距离妖族降界 至今早已过去了数十年 再拖延数十年 搞不好降界便结束了 只要在此期间 妖族无法利用转换大阵 污染南荒灵气 那便算成功 至于那位被打坏法体的正道第一人 元英后期的大修士天星子 已经通过夺赦恢复大半实力 如今还在闭关当中 如今人要两足 似乎都处于默默舔伤口的状态 短时间内应当无法再次爆发大战的 方熙与南宫里畅谈一番 又回到洞府之中 开始刻苦修行 洞府之中 方熙睁开双眸 果然 十八天魔舞 对我修炼七情离商谱 十分有益 神识强大的好处 自然不必多说 在得到天度魔君完本的功法与指点之后 他在这一道秘术之上的进度 简直突飞猛进 终于将第一层炼成 七情离商谱第一层 神识增幅 他神识外访 以往不过百里之内 历历在目 然后能大略感应 二百里之内的情况 但如今 方熙感觉自身神识极限 一下暴增两三成 方圆一百二三十里内的一切 都能历历在目 甚至两百里之外的一些模糊情况 都能有所感应 不愧是修炼神识的功法 神识强大 对突破境界也有一定好处的 并且 此功法竟然还自带神识攻击与防御的秘术 方熙颇有一种捡到宝的感觉 七情离商谱的神识攻击秘术 名为天魔银 以一道天魔音 勾动对手心中七情六欲 使其神魂如入颠倒红尘 稍不注意便会走火入魔 至于防御秘术 则名为七情甲 可以令石海附着一层七彩光运 抵挡一般的神识攻击 这七情甲秘术 其实方熙兴趣不大 毕竟他有诸天宝剑坐镇石海 乃是最强大的神魂防御底牌 但天魔银却可以刻苦修炼 第一层炼成 终于可以解决身上的怨魂隐了 方熙感慨一声 他之前身上一直背负着怨魂隐 只是以秘法遮掩了而已 如今终于可以将这个 一直以来的隐患拔除 怨念、憎恨 也是七情六欲之一 可以化为七情离商谱的燃料 反而助我一臂之力 方熙喃喃一声 守绝一变 下一瞬 他眼中闪过一丝七彩琉璃之色 隐隐约约之间 可见身上缠绕的怨念 大多都是被自己杀过的 原始魔门弟子 着实不值一提 最强的一道 却是来自七杀魔君 恨我吧 怨毒吧 弱者的怨恨 着实不值一提呀 方熙嘴角一勾 开始运转秘法 将怨魂隐抽出 主动淬炼自身神时 要凝炼一点颠簸不破的金性 金性不朽 若能将神识修炼至金性不朽阶段 那纵然神念之体 也能宛若寻常肉身一般 这便是当日 那头画神魔尊的境界 也是由虚化石的无上神通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方熙的洞府大门都未打开 这一日 这死没良心的 如今正磨两道 不知道多少人要求剑 全部让老娘推掉 这得得罪多少人 南宫里抚摸着肩膀上的四耳指喉 凝望方熙洞府所在的灵山 抱怨之中 却隐隐带着一丝窃喜之色 如今云杰子的大明 简直响彻正魔两道 被誉为大修士之下第一人 而真正识获的 更是喊出南荒第一修士的称号 甚至天兴子与天渡魔君 都未曾出面否认 虽然大多数修士都不以为然 但一些老古董 却对此讳莫如深 得益于此 南宫里的地位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忽然 他神色微变 望着灵山周围 呼呼 微风呼啸 继而卷起一层层天地灵气 向洞府内灌注而入 一时之间 纵然如一门的四街灵脉 都有些支撑不住的样子 这一幕南宫里却十分熟悉 此天象远比杰英天象要小 应当是那死没良心的 突破至元英中期了 呵 若之前有人说 南荒第一修士才元英初期 肯定没人相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